Odia Jungle 并加入IS 这名摩洛哥以德国女子 周日1月21日被伊拉克法院 以加入伊斯兰国组织的罪名判处绞刑 该女子被指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IS提供后勤运输等方面的支持 并参与袭击伊拉克安全力量的行动 法院发言人贝克达尔 Edou Saudar Bergdahl还补充说 这名祸行女子当庭承认 她从德国迁往叙利亚 又和两个女儿到了伊拉克加入IS 她的两个女儿都嫁给了IS成员 这名女子是去年在伊拉克政府军工站IS重镇摩苏尔时被亲户的 她是在伊拉克因加入IS被判死刑的守卫外籍女子 她还有上诉的可能 随住伊斯兰国2014年 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势力不断扩大 数百乃至上千的来自欧洲远逸参与圣战的战士 加入了这一极端组织 伊拉克政府军队IS重镇加强军事打击以来 不少圣战战士 其中包括女性被伊军抓捕 另有一些IS成员及其家眷困在平民当中得以逃脱 德国私访部去年9月证实 一名加入IS的德国少女在摩苏尔被捕 德国新闻杂志明镜周刊The Speedo报道说 这名少女和其他三名德国女子被关押在巴格达 其中一名是摩洛哥义 这名名叫Lindra的德国少女 据说嫁给了一名IS成员 伊政府军去年年底攻占摩苏尔 从IS手中夺回这一战略重地 并宣布彻底溃败这一极端组织 不过IS自此之后仍然发动了一些喜机 包括在伊首都巴格达 或者不是 这一人能发现 我先假的 最后台股